来到这单元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关于健康的议题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关于疼痛完治这本书籍 这本书籍呢讲到了认识痛缓解痛跟远离痛 这让我想到一句话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一定要认识一下我们身体当中出现的问题 我们才有办法去根除或者是了解 或者是在不好的情况就跟他和平共处 那么今天再次邀请到的是嘉义长跟医院的复健科主治医师 许红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许医师早安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所以关于这个疼痛的处理方式呢 其实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了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到底什么原因会让我们疼痛呢 其实大概医师在书面分成了几类别 对对 我们之前有提过啦 就是我们疼痛有分成所谓的急性跟慢性嘛 那急性的话就是扭伤啦 拉伤啦 顿挫伤这种东西引起的 那治疗的原则大概就是保护 休息 冰敷 压迫 抬高 这个PRIC5原则 急性的我们讲过 其实很清楚 扭伤拉伤顿挫伤 然后再来他保护5个原则 那事实上我们慢性的疼痛 也是很常见 慢性的疼痛 我们主要的原因啦 通常在软处子来讲就是 他是一个低强度 然后一个经常重复的这种受伤 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他造成我们的疼痛 这称之为所谓的慢性疼痛 那慢性疼痛我们之前有讲过啦 可能是这个腰椎的反复的使用 腰肌腰部的肌肉使用太多 使用太多造成的这种疼痛 我们称之为腰肌劳损 劳损 过劳的损伤 劳损 那或者是颈椎 有受到伤害 之前提过像颈椎的 经过被这个车子撞到啦 撞击啦 这种灰边症 之后造成的这种肌肉的保护性收缩 我们称之为绕疹 这一类的话都是属于我们所谓的慢性疼痛 慢性疼痛 那慢性疼痛我们要怎么样的处理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找到正确的病因来去做 来去做调整 假设啦 像腰肌的劳损 这种闪腰的 那我们要治本的话 刚刚跟主持人还有我们 企划这边有提到 就是什么 矫正回复正确的姿势 恢复正确的姿势 是很重要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使用正确的动力链 我们身体啊 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有它正常使用的方法 不要用不正常的方法 或者是使用它太多 去使用 比如说这个弯腰 你如果往前弯的这个时间有20分钟 你至少每天至少要花5到10分钟 把它反向 反向我们就是说对侧脊动也要做训练 对侧脊动就是恢复正确的姿势 很重要 有时候有到有时候我们 比如说我们弯着腰在洗衣服 对 洗酒洗酒 突然要直起来的时候就 哦痛 对 对那事实上也是啦 事实上各位 如果有在关注我们部落格或脸书也知道 我们最近 这个大家一些同业啊 最近在讨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我的一位好朋友啊 这个是某某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工作坊的主持人 他就跟我说 最近发明一个方法 就是他在办公的时候他打电脑他是站着打电脑 站着打电脑 站着打电脑 马上很多人来去怀疑他说 做这样会有效吗 你这样会更累吧 那事实上我就就 对不起 附建 附建专科的这个领域啊 我就跟他讲 事实上大家都有一个迷思啊 因为坐着是比较舒服 站着比较辛苦 那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啊 7080年代就有这个美国的学者啊 针对人类啊 不是实验动物做过研究啊 就是人在不同姿势下面 他脊椎里面的压力 他是放这个感应器去监测 好 结果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 我们在坐着的时候啊 如果你是腰是往前大概15度的时候 对 跟站着啊 假设站着的脊椎压力算成100的话 那你坐着往前15度的压力是140 哦 反而比较高啊 反而比较高 好 所以我们腰椎呢 你如果长时间你是坐着 像我们打电脑的这个姿势啊 事实上 这个脊椎的压力呢 是站着的1.4倍 嗯 1.4倍 所以大家会觉得 奇怪啊 坐久了 怎么还是很腰酸背痛 事实上是这样 会发现 主管 老板 董事长都不会 为什么 那事实上我们的腰椎 它往后15度 嗯 就是我们靠在 董事长以的这种 15度上面的这个 腰椎的脊椎压力 才是最小的 哦 所以变成说 坐的话 还是有坐的这个方法啦 嗯 坐的方法 所以以前我们老一辈 或者是以前 这个 书彦在说啊 坐如钟啦 坐如钟 的确是有道理 因为大家看那个钟的 那个弧形啊 我们坐在 靠在这个钟上面 大钟的上面的时候 是不是腰椎 它是往后15度 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这个姿势啊 才能够坐得久 那如果是我们现在 年轻人啊 文明人呢 往前的时候 大家可能要看到 这个脊椎的压力 还是比站着要来的高 高上1.4倍 这个也是有医学的 科学的根据的 如果站着也是要站好 对不对 如果他是站着三七步啦 或者是脚乱翘啦 其实这里会造成脊椎的压力吧 是 其实我们站立的时候啊 我们会建议啦 就是说你 当然 以前人是讲说站如松嘛 松树是没有整根植的嘛 还是有一点点弯曲 其实站了的时候 我们不妨想想看 看看那个模特儿 国外的啦 或者是展秀的这些模特儿 他为什么都能够站着 站着走秀那么久 其实他有的时候 他会休息 他会一只脚 比较重 一只脚比较轻 一个重心偏在某一只脚上 对 他就是换边休息 这是一个方法 那另外在站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姿势要注意啦 就是我们的头的这个重心呢 还是要通过肩膀 一般来讲就是耳朵 前面有两颗这个东西 叫耳豆啦 那这耳朵这穿过去 穿过耳朵这个重心 就会通过我们头的重心 那其实头 大家不要看说 这样子头就有六公斤这么重 你想你每天提着六公斤的东西啊 肩膀会很酸 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脖子往后收 收到这个跟肩膀的最高的这个线 一样高可以从请别人看 或者自己从镜子去观察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我们头上放一本书 书的这个重心 它只要通过这个肩膀的这个 中间这个线的时候 它书就不会掉下来 所以以前看人家在训练的时候 都是头上放一本书 它不会掉下来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颈椎的一个保健 正确的这个知识 所以头上放一本书来训练自己 反正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重心 有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上 对头的重心有没有在通过这个身体 是比较省力的 如果说你长时间是脖子往前伸的时候 可能就要注意 因为这个脖子可能它的压力就会太大 因为负担了这个头太重的重量太久 太久 所以非洲的那些妇女就把洗衣篮都顶在头上 是特别的厉害吗 对对 它其实如果是通过它的重心的话 它其实能够是顶很重的 那如果说你是往前伸太久的时候 其实长时间它的这个脊椎的压力还是会太大 有我发现自己在坐着的时候 或者是站着的时候也会发现 就是我会不自觉的头往前倾 就像小乌龟的感觉 对对 那其实这个身体我们刚刚讲 动力链它都是相连的 因为你看我们听众朋友 你如果长时间打电脑 或者是我们头往前伸做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头往前伸 还有另外一个什么 肩膀两边会往前跟 我们称之为圆肩 就是像肩膀从上面看起来好像一个圆弧一样 圆肩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背后的肩胛骨 肩胛骨的这个肌肉 长时间的扯紧 长时间的拉紧 所以我们在门诊也看到很多 它是什么 它是背痛 它是背痛 痛的时候呢 它是在手这里表现症状 结果一早才知道都是哪里 都是肩胛骨 甲心 肩胛心 或者是说膏肓 这些地方疼痛 所以以前的人不知道 以前的古书会写说 病入膏肓 病入膏肓 这个病很难治 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膏肓的这些地方的 这个肌肉的疼痛 这个疼痛 通常我们表现 感觉不出来 它会到哪里 有的时候会跑到手 所以你手 找了半天找不到症状 我们有遇过很多病人 都以为自己是网球轴 结果找到后来 才发现是肩膀的问题 那肩膀的问题 自己又摸 又摸不到 摸不到 很难处理 所以以前有一句成语说 盲刺在背 这个背上 好像盲刺一样 很不舒服 因为找不到 就很不舒服 所以事实上 这种东西 大都有关系 跟知识有关系 跟知识有关系 所以我想请教 就是说 我们常说 人家上了中年 或是到了 年纪比较长的时候 很容易会闪到腰 对 这种闪到腰 它是会 它是一种肌肉的伤害吗 还是说 它是累积型的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 脚如果常常会扭伤的话 它会反复的一直发生 所以闪到腰 它也是一个 会反复发生的一个状态吗 对 刚刚主持人讲到 闪腰跟扭脚 我们先来讲闪腰 扭脚是另外一个 非常有趣的东西 那闪到腰是这样子 我们刚刚讲过 正常的肌肉 你在不正确的姿势 跟不正确的用法下面 用太久 比如说 弯腰 耿舔 插腰 这样子插很久 背部容易闪到腰 这个是用不正确的姿势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不正确的用法 我们腰呢 事实上是用来维持 姿势用的 这个上天照我们 这个腰部的肌肉 不是用来这个 产生爆发力的 产生爆发力 它是维持姿势 它是产生稳定力的 所以你把这种 慢的肌肉去快用 慢肌快用 就会造成 伞药 比如说我们什么时候 最常伞药 你在动的时候 突然你要 这个有一个东西 或灯泡在弄的时候 快要掉下来 你赶快手伸去 扶的时候 慢肌快用 紧绷 它之前有累积的伤害 它就收缩 这种所谓的伞药 是这样 那主持人有提到说 哪一些伞药需要注意 其实我们有一些伞药 的确是要小心 比如说 有神经学的症状 我们常常都会讲 神经学症状 然后病人就说 你说什么 那 都是所谓的神经学症状 其实翻成白话 就是说 大小便的湿径 大小便的湿径 人家会说 湿径又是什么 湿径就是说 大小便的问题 比如说你来不及 上厕所 来不及上厕所 或者是什么 上完以后 又觉得还想上 或觉得解不干净 那这种东西 就是你的膀胱 跟这个大肠 控制上有一些问题 或者说他在不该出来的时候 出来的 可能打个喷嚏 或者是说 觉得有感觉 马上就要拉出来 事实上这种 有这种感觉的 这个都不对 该出来的时候不出来 不该出来的时候跑出来 这种就是实境 那这是神经学症状 另外一种是什么 神经学症状 就是说 他会麻 痛 刺 这个会跑到 腰以外的地方 比如说腿脚 会造成腿脚的 这种不舒服 这个好像一个垫 一路垫到脚去 这个也是不正常的 那另外还有什么 肌肉的萎缩 我们的大腿 小腿 他会抽筋 会抽搐 以外会萎缩 你看到 他整个瘦下去 我们刚刚讲 大小便的这个问题 然后像垫 垫到 会垫到 然后再来肌肉萎缩 这个问题 那还有一个就是疼痛 疼痛 疼痛的时候 这常常我们会听说 这个疼痛会影响睡眠 影响睡眠 就是这个疼痛会痛到什么 睡不着 晚上睡不着 或者是睡了 会痛到醒过来 这个都是不正常的 这种情形就是 不能够 会 这个怎么讲 不能够轻忽他 不能够轻忽 不能够会急就医的 这个 几个症状 就是我们刚刚讲 这些症状 闪到腰 合并有这些症状 大概就要赶快就医 做进一步的检查 想不到这个 小小的一个闪到腰 好像很多人都会发生了 的一个症状 居然有这么多 要注意的事项 是 所以是 比如说是我们本身 就已经出现一些问题了 所以闪到腰 加剧他这种症状 还是说闪到腰 所以才造成 后续的这些状况呢 闪到腰通常是一个 我们说冰山的一个 一角 真的 冰山的一角 那你闪到腰 通常我们刚刚讲过 大部分 绝大部分都是 不当的姿势 或不当的使用 不当的使用 我们就说因为背肌是慢肌 慢肌快用 或者是 这个肌肉 你把它 过度的使用 这个最常见是这样 那但是还有一些情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它可能是早期的 神经的压迫 脊椎的神经的压迫 所以就会有我们刚刚讲的 像大小便的问题 像肌肉的萎缩 像垫 垫到脚 这种就是比较不正常的 这种比例 还是比较少 但是有出现 你就必须要小心 那2002年美国的内科学杂志里面 他们有做过一个统计 就是下背痛里面 事实上大概有93% 都是骨骼 就是肌肉韧带的问题 就我们刚刚讲的 不当的使用 或者是慢肌快用等等 那剩下的7% 才是所谓的神经的压迫 或者是脊椎的狭窄症 引起神经的这种压迫 比较多 还是肌肉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还是会先从肌肉的不当 或者是过度的使用 来去做观察 肌肉的治疗 应该会比神经的治疗 来的轻松跟简单多了吧 对 所以我们才会提醒 在书里面 或者我们在演讲 在门诊 都会提醒患者 正确的姿势 其实是很重要的 刚刚讲过 就是我们脊椎 头部的姿势以外 然后就是腰椎 腰椎的姿势的话 就是我们刚讲 那个中心 事实上是要通过腰椎的 那另外还有刚刚提过 我们就是行走坐卧的时候 那事实上站立 有时候你站得好 它的压力不是那么大 即便你要坐着 往后15度 的这种压力 它是比较小的 然后在坐的时候 尽量减少 减少这个 其他物品的使用 像我们现在跟主持人 在对谈的时候 你看我手都一直放在 桌子上面 那像我们平常用那个平板 用手机的时候 事实上你发现 那个压力是大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两只手都是悬空 悬空的时候 你又往前的时候 那其实对脊椎的压力 更大 无形中它是很大的 所以在坐的时候 最好是什么 还是要往后 往后靠 往后靠的时候 手肘这里有扶着 你再去使用电脑 平板 手机的时候 脊椎的压力 是会比较小的 以后开会 我都要一直在这样 一直上 就跟董事长说 嗯不是我不礼貌 是要休息 好看小的 总之呢 就是关于在姿势上面 如果没有好好去保持它 其实久了之后 就会造成一个肌肉的伤害了 对 好那听到这边 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 前两天 然后节目当中 跟听众朋友们 分享健康的议题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本书籍 叫做疼痛丸治 是由嘉义长根医院 复健科主治医师 许洪志医师来撰写的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 探讨了关于疼痛这件事情 虽然我们不喜欢疼痛 可是它毕竟 是一个很重要的警讯 当发现疼痛的时候 就代表 我们是不是有些部分 要特别留意了 那么今天呢 再次邀请到医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关于脊椎侧腕这件事情 欢迎医师 医师早安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安 好 我觉得如果现在到小学里面 去抽查 一定会发现 大概高达九成的学生 都是有脊椎侧腕的吧 是是 其实脊椎侧腕在 我们的门诊里面 也是很常见 那但是通常来的时候 他都不会说 自己脊椎侧腕 有的是用背痛 有的是用腰痛 来表现 那甚至我们有听过 来的时候 他是说高低肩 肩膀一高一低 那或者是什么 有些人说长短脚 那事实上这些都是一些脊椎侧腕的变形 就是说脊椎侧腕 我们在诊断上常看到 但是来的 病人的主速通常 我肩膀一高一低 那我的背痛 我的腰痛 甚至我的脚痛 还有的就是什么 我长短脚 来找找看有没有治疗的方法 发现脊椎侧腕 可是这个脊椎侧腕 他感觉上 因为很多人都有 所以他是必然会发生的吗 脊椎侧腕是这样 我们可以来分几个 就是说青少年的脊椎侧腕 青少年的脊椎侧腕 这通常发生在什么 就是我们快速生长的时间 通常都是过高中的时间 男女生都是这样 那生长的时候 我常举一个比方 你就想像那个小孩子 他是一个像雨伞这样 他那个伞的那个骨头 就是他的骨骼 他的骨头长的速度 比那个伞面长的速度要快 所以久了久之 身体就会把那个 脊椎挤在身体里面 所以就会产生侧腕 我们都会跟爸爸妈妈这样解释 那这个时候要做的 其实青少年的脊椎侧腕 我们就必须 除了这个姿势的调整之外 他的背肌 背部的肌肉的拉长 迁拉的这种训练就很重要 所以以前也会有人说 脊椎侧腕 不管他 就是说做拉单杠 这个是有几分道理的 你就做背肌的这个迁拉 跟强化 这个是有必要 那再来就是做我们所谓的 姿势的调整 那青少年的是这样 那当然如果角度大一些的 像我们量起来这个角度 大于30度的 可以考虑使用这个背架 背架 那以前也是观念就会认为说 穿背架就第一个很丑 第二个穿得很不舒服 那事实上我们现在 复健科有一个新的夜间的背架 由日本这个大阪医科大学 他们研发出来 因为我们青少年生长的时间 通常都是在晚上 晚上的生长激素分泌比较多 所以这个睡眠的时候 穿这个矫正型的背架 效果会更好 所以以前认为就是 你角度大到一个程度去开刀 那事实上现在 如果这些角度大的 我们会建议他穿夜间的这种背架 第一个方便 第二个这个不会有美观的问题 第三个其实矫正效果更好 所以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这种 脊椎侧腕的矫正 大概就是说姿势 然后背肌的牵拉跟强化 以及背架背架的使用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族群 就是我们节目里面的长辈们 长辈们其实脊椎的侧腕 也是有看到 脊椎侧腕如果有发生在 我们比较长辈的时候 我就必须提醒 还有一个就是脊椎的驼背 也必须注意 那如果是我们在中老年的长辈 发生这种侧腕或驼背的这种情形 有时候就需要注意 是不是有所谓的脊椎的骨质疏松 跟压迫性骨折 压迫性骨折 压迫性骨折 那这个我们之前 有跟这个主持人提到过了 其实刚刚在讲的时候 就是我们老人家 为什么老人家很多都是脱背 那事实上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胸骨 肋骨跟胸骨 这个软骨的部分是比较多的 那随着年纪增加的时候 我们软骨好像海绵一样 它久了它会变硬 变小 它变硬变小的这个结果 就是前面的空间变小了 后面的软骨比较少 所以你前面的话就会越来越驼背 是这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的这个骨质疏松 是隐形的杀手 为什么称之隐形的杀手 有时候它本身不会痛 或者是它塌下去的时候 偶尔痛一下 所以我们常常有的长辈说 奇怪 这个这阵子就是腰背 痛一痛 痛一阵子就好了 痛一痛又一阵子就好了 就没有去注意 但事实上有时候来医院检查 骗子一照才发现 哇好几节的脊椎都变扁了 塌掉了 因为其实塌掉 每塌掉一次它就痛一下 痛一下它过一阵子 长得稳固了 它就觉得好一点 又不管它 可能哪一次又不小心 又再塌一下 又变越来越窄 所以我们常常会提醒我们的患者 或我们的住院医师 骨质疏松引起的压迫性骨折 通常不会一次到位 它都是每次每次每次 慢慢的 一次一次一次塌 这样的患者 他就会呈现反反复复的背痛 反反复复的背痛 如果有这样的情形 我们还是建议要做X光的检查 看看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形 有的时候 他是真的就是慢慢的塌陷 然后造成所谓的侧腕跟驼背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长辈朋友 比如说他是从年轻的时候 就有脊椎侧腕 他的侧腕的角度 会随着年纪越大 越来越大吗 这个我们也是分两个部位 一般来讲如果是腰椎的 大家想我们腰椎 因为它附近没有肋骨 没有肋骨的 没有胸骨的固定 所以腰椎的侧腕 很多都是因为肌肉的 不平均 刚我们刚刚讲的 可能两边的肌肉 用力不平均 或者是站直的 坐直的不好 甚至有的是长时间的翘脚 也会造成骨盆的高地边 造成脊椎的弯曲 这种的比较好矫正 因为我们只要矫正 它的姿势 跟肌肉的不平均 就可以矫正 胸椎 胸椎因为它旁边 有肋骨 有胸骨去固定 所以这种侧腕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考虑 更多的因素 像刚刚提到的 像骨质疏松等等 另外还有就是 脊椎有没有旋转的情形 旋转 就是说它是不是 两边的肩膀 它是一前一后的 或者是一上一下的 它有这种旋转的情形 它就会造成脊椎的 有一个扭曲型的这种侧腕 这种扭曲型的侧腕 通常我们在 有经验的医师 在S光片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如果有扭曲型测完的话 还是一样 我们要矫正姿势 矫正姿势 那事实上有一个很简单 自我观察的方法 大家可以照着镜子 或者是看镜子里 或是请别人看 我们两边的锁骨 前面 就是锁骨连到胸骨这个地方 这两个凸起 有没有一样图 有没有一样高 如果没有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我们胸阔的 这个位相对的位置 它是有不对的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建议做进一步的检查 去看看 它是不是有所谓的 扭转型的这种侧腕 那扭转型的侧腕的话 就不是只有 侧边的肌肉的矫正 而是什么 要把这个反方向扭回来 就像麻花 要把它回来 就是要转回来 所以有的时候要调整 就是身体的那个姿势 可能以前常常都是 右手在前 左手在后 那只是我们现在就要变成 是左手在前 右手在后 的姿势去做调整 不过讲到这个姿势的问题 很多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的姿势 也都怪怪的 有些人的 观察一下 大家睡觉的姿势 会发现有些人就是睡觉 就身体不知道怎么扭的 可以扭的 像一个穿衫甲这样卷起来 那有些人是呈现大自信 大自信我倒觉得还好 那有些人是喜欢测睡 那测睡的姿势也很奇怪 所以我想睡觉的时间 其实在我们一天当中 也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睡觉的姿势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 整个身体 驼背或者是脊椎侧弯的一个因素呢 是是 那其实主持人 你讲到这个问题非常好了 我们刚刚讲行走坐卧 那走路 然后坐 刚刚讲过了 那事实上还有就是 这个卧 以前佛家讲说 你这个行走坐卧 四个重要的姿势 就是卧如躬 睡觉的时候好像 弓 弓箭的弓这个字一样弯起来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叫我们测睡 测睡 测睡的时候脚稍微弯起来 那事实上这个在 父亲医学里面是正确的 因为这样子的脊椎的压力 它是比较小的 比这个直躺的时候 是要来着小 但是这个有几个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 在侧卧如躬的时候 必须注意我们两脚 膝盖中间的 这个夹的会不会太近 因为我们有时候 特别是女孩子 女孩子我的骨盆是比较宽的 如果你侧卧的时候 变成说她的脚 在睡觉的时候 它是比较往内夹的姿势 那这个长时间会造成 我们臀部跟 这个腰部的压力太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建议睡觉的时候 你卧如躬还是可以 膝盖中间要放一个枕头 或抱枕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说我们有这个胃食道逆流 胃比较不好的这个患者 我们会建议就是这个左侧躺 就是左边的身体靠着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食道是从这边下去 是往左边 胃是在我们的左边 这样下去 所以如果你是右侧躺 右边靠床的时候 晚上吃的东西容易反向 因为重力的关系 从左边跑到食道来 会造成胃逆流不舒服 所以如果说是胃食道逆流的 这个患者的时候 我们就是建议就是以左边的靠床的这个 测躺的方式 那但是如果说它是有心血管疾病 心脏的这个问题的 高血压的这一类的患者 我们反而会建议什么 就是右侧躺 因为我们心脏是在左边 你睡觉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间一直压迫这个心脏 这个话会造成这个血管的这个问题 反而就会建议平躺或右侧躺 这个就是我们睡觉的一些知识的建议 因为以前我们就买床的时候都会去试躺 那试躺的时候就那个卖床人就请我测躺 他就说哇你的肩膀好小好里面 他说你这睡觉姿势很奇怪 你应该要平躺 所以他讲的是有道理的吗 是这样 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除了刚刚测卧的这个姿势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脖子 我们常常讲说高枕无忧 高枕无忧事实上睡觉的时候 脖子还是不要空着比较好 不要太高 就是我们也会建议患者睡觉的时候 头部颈部 特别是颈部要有支撑 就像那个脖子弯曲的这个地方 你可以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这种颈椎枕 或者是我们睡觉的时候 用那个大毛巾卷的像手臂一样的触度 先放在脖子下面再去睡觉 这个可以让我们颈椎 第一个有支撑在睡觉的时候 第二个就是天气冷的时候 他这里比较不会受寒 比较不容易产生我们刚刚之前讲过的脑症 那至于说主持人讲到说 你说肩膀会比较往前缩的这个患者平躺 这个是基本上是可以 但是有两点我会建议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床的这个硬度要够 硬度要够 因为你如果太软的床的时候 其实睡觉久了会造成背部的这个迁拉 背部会容易酸痛 那第二个就是膝盖 如果是平躺的时候 最好下面还是放个抱枕 就是膝盖不要成伸直的状态 膝盖是稍微弯曲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脊椎的压力会比较小 脊椎压力比较小 所以这个姿势好重要 不管是正式行走坐卧 都有各种不同姿势要来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像我们的长辈朋友 他平常如果他已经 就是我们刚刚意思讲到说 前面的软骨的部分 就是崩塌吗 可以这样讲吗 萎缩 造成的这个驼背 他有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他就避免驼背的姿势呢 OK 其实避免这个驼背 大概我们就是以前大家都 渐渐都有知道一个观念 就是要补骨本嘛 少年的时候就要补骨本 这个基本上我们是正确 也同意 但是除了补骨本以外 我们骨头不是只有钙质啦 还有就是所谓的胶质 所以我会提醒患者 你骨本要补以外 你软骨本也要补啦 软骨本也要补 就是我们在补充钙质的时候 像一些胶质啦 这些东西也是需要去做补充 胶质 对胶质 因为我们骨头 它的所谓的硬度 它的强度硬度 是由盖子的这些结晶来去决定的 但是它的韧度 它的弹性呢 是由胶质 胶原蛋白这类的东西来去决定的 就是胶质通常也是软骨的一个成分 所以我会建议患者 通常在补骨本的时候 也要记得补软骨本 软骨本就是我们所谓的胶质啦 那胶质是像什么东西呢 像吃起来脆脆的 滑滑的 黏黏的 这一类的天然的食品 它就有胶质 就像山葵也有 山葵 或者是这个我们树的就是像木耳 白木耳啦 黑木耳啦 然后中医讲珊瑚草啦 这种东西它吃起来脆脆的 它有胶质嘛 那动物的当然就是像蹄筋啦 凤爪啦 鸡翅啦 这种就是胶质比较多的 那在这种吃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就是要补充适量的维他命C 因为维他命C补充的时候 可以促进这些胶质的吸收 胶质的吸收 所以已经活背的长辈朋友 他要再能够挺起来 有可能吗 还是他只能防止他恶化 对 那其实我们的骨头跟软骨都是一样 它是一个动态的 就是他有生成跟破坏 那你如果使用的 一直用的 破坏的很多 生成的 补充的不够多 那当然骨头就一直流失 软骨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在补充骨头跟软骨的成分也是这样 就是补充 要增加 还有就是减少它的流失 那大家其实对于骨质疏松可能都有一些了解 我们补质的补充以外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胶质啦 盖质的补充以外 还有一些所谓减少它的流失 那减少流失的话 就是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除了这些药物之外 还有几个就是活性维他命D 活性维他命D的这个补充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 有一些药物 它可以减缓我们骨质的流失 就是骨质疏松的药物 那这里维他命D 我们有一个观念提供给各位啦 大家都会觉得我不够我就补充 事实上维他命D我们身体是能够自行合成的 那吃这种药物跟这个照太阳合成的这种维他命D 那吃的它的保存的期限比较短 我们身体照这个照射太阳之后的产生维他命D 它流存身体的时间是吃下吃的这种药物的20倍 哇这么高 这么高 所以我们会建议吃那么多维他命D 不如每天出去晒半个钟头的太阳 半个钟头的太阳 所以这个是这样 那另外减缓流失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药物以外 还是回到前面的这个问题 就是减缓发炎 因为身体的发炎 它就是增加新陈代谢增加流失 不管是软骨也好 这个骨头也好 如果他一直持续的发炎的时候 他的流失会更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复健科 或者是我们在疼痛治疗里面 非常强调一点 就是抗发炎的药物的重要性 有的患者说 医生我现在就不痛了 为什么还要吃止痛药 我说不是止痛 是抗发炎 因为你身体一直在发炎的情形下面 骨头跟软骨的流失还是很多 我们给你吃这个药 我是希望把这个发炎控制住 或者把它停下来 不要让它一直流失这种东西 了解 所以如果下次遇到了脊椎侧腕 或者是驼背的朋友们 可以到家义长跟医院找医师 看一下 不过当然是平常的保健是很重要的 自己的姿势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一直倚靠医师帮助我们 但是自己都没有去注意姿势的话 其实医师帮再多 其实也是真的有限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这本书籍 叫做疼痛丸治 是由家义长跟医院 复健科主治医师 许鸿之医师所写 也非常感谢今天医师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谢谢医师 谢谢 谢谢 OK